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感应片第六十六节 认人之丑 揭人之事 回片注解里面 第一段讲得非常好 人之丑行 所谓言之欲 而不可民于人者也 以乃形容暴露之 側厚道寄相 音质随选矣 这一段已经将恶作都和我们说出来了 古人常说 人非圣言 属能无过 自问 世间人 不要说我们这个世间 六道众生 包括天道 都还是凡夫 见识烦恼未断 谁没有过失 谁没有私隐 所以揭露人家的丑行 私隐 这种是最不道德的事 一般讲 最伤感情的事 丑失自己的厚度 丑失自己的厚度 丑失自己的阴德 丑失自己的阴德 丑人结落 深受大恨 丑人结落 深受大恨 丑人结落 深受大恨 丑人相报 永无止境 世间从前读书人知道 都能谨守 古德讲 修行人最大的忌位 就是讲人家的好丑 乃至一切世事 丑自己无关系的 口不可说 心不可思 但口说心思 便是梅了自己 这个梅就是梅了自己的良心 后面讲得好 若尊念心 行守几个 拿得有功夫 管他家屋女士 也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他不是没有眼看 不是看不到 没有功夫管人家的过失 自己一生罪业 自己一生罪业 一生过失 改过自身 都来不及 哪有时间管人家的事 所以一个修行人在一生中 道业有没有成就 这是关键 喜欢讲人过失 喜欢打听人家过失 这种人绝对不是修行人 这种人绝对是三途的人 所以我们自己在六道里头 将来前途是如何的 自己心里被什么都清楚 被什么都明白 以前有人问我 说我会不会到地狱 我回答他 这句话不用问我 你自己好好点点点就知道了 《法体菩萨殊圣治疗经》里面 和我们讲的委谤三保 委谤修行人 委谤的罪都在阿比地狱 我们要相信 破和合增破坏道场 尤其是一个正法道场 你一个念头赞叹 得无量无边福报 得无量无边福报 一个恶念位旁 窒到障碍做阿比地狱罪业 和福总在一念之间 人就是如此如此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做这种罪业 自己不是圣言 必定会造作 只是轻重大小有差别 学佛人 甚至出家人 埋怨悉加玛尼佛 批评祖师大德 不得多德士 批评经教 批评古大德的言论著作 我们时时见到 我们时时见到 而没有去心事 不要说佛经 古得与陆里头 他说的那些话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他对什么人说 他说的用意在哪里 我们没有去深刻求了解 任意批评就做罪业 我们不了解人家的用心 不了解当时的环境 佛说法 佛时时和我们说 佛无有法可说 祖师大德 亦无法可说 为什么说法 和众生医病 所以说法 他一定有对象 那个对象是什么 一亦无病 对象执着空 佛菩萨就说有 对象执着有 佛菩萨就说空 所谓说法 说法无非是对字无病 将他的妄想执着打走 其实他哪有法可说 何尝说过一句法 破一切众生执着 而我们后学的人很麻烦 而我们后学的人很麻烦 将佛的说法 就当作正词审判他 说他说错了 不单止自己犯了大病 在那个地方生起妄想分别执着 还叫一些人来复和 叫一些人生起妄想分别执着 你说这种罪过重不重 我们现在学佛稍微明白一些意思 诸佛是随类化身 无一定身上随机说法 无有定法可说 说真话 无有法可说 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说 有人以为佛说法 就叫捧佛 何况其他 你如果说佛有佛可说 已经捧佛了 这个意思好深好深 读《般若经》的人多 都想不到佛这个教训 佛为我们大家的生命 世间人的言行 我们都不可以批评 最好都不批评 所以古德 愚家救人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疑 愚家救世人 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 不好提 不好听 不好说 天主教里面 我看他们所读的经 也是这种说法 他那段感谢经里面 几句话说得很好 主父救我 我们很容易被一切人事物迷惑 善失了理性 求上帝 帮助 至到痛悔改过 尊心益主 我们念佛 他们念上帝 念要尊念 尊念就产生效果 说我心已足 就是知足了 不逃外物 对其他一切人事物 都能放得下 主原教我 原本教我们 无听淫声 无是邪息 无道非礼之言 无取非义之物 无浅非礼之地 心无妄思 你看人家所说的 我们跟外教小接触 接触之后 我们会五体投地 他们如果能依教奉行 就是世间的大圣大义 天主教里面 我看到很多句子 要求信徒 要做社会的好榜样 和我们提出的 学为人师行为细范 完全相同 我们正宗说信愿行 他亦说信愿行 他们有三德 信德 望德 爱德 望是希徒 信德是信 望德是愿 爱德是爱天主 爱人如己 是行 他们也有信愿行 我们讲六波流密 他里面讲四条 四种枢楼的得行 知意 接勇 知是智慧 意是布施 不欺求回报 接就是忍欲 勇是慈戒 勇于改过自身 但他们也都有的 他们也都有的 和平肚子里头 特别殊性 非常感动人 他能成为世界大宗教 拥有 有那么多人信仰 有他的道理 我们现在说学法 实实在在 和人家比 远远落在人家后面 人家绝对能升天 我们落阿弥地獄 这一点是我们要深思反省 有些检点的 他们早晚祈祷 他们有早晚课 早晚祈祷 时时刻刻省察 检点自己的过失 改正自己的过失 要给我们认真 佛陀 虽然有非常殊性的教会 但是在末法时期 多数留于形式 所以 《信解行政》这四个字 有名无实 所以我时时提醒同学 我们死了之后去哪里 不要以为自己很年轻 王全路上无老小 尤其是现在世间灾难很多 你看最近台湾地震 几秒钟时间 一家人都不见了 我们看到仲能不警惕吗 所以人祖指示人 大众 学佛要将死字贴在额头上 学佛要将死字贴在额头上 要真做 要真做 我们老实说 很想做 为什么自己无病 集气改不过来 不是不想改 真想改 我们在大圣经 我们在大圣经 读得很多 世心思维 改不过来 是文经太少了 我们文化的时间太少 居士林老林掌陈光别居士 最后四年 他在录影大 每日在八个小时 四年没有间断 每日在八个小时 四年没有间断 每部经都看很多次 这就是佛家说的一门深入 尝试分寿 尝试分寿 他成功 他的成功 他的成功 他拿着机会 深入经状 学过一部经 一部经重要的是深入 要能透彻了解经意 我们的信心 愿心 先生得起来 然后先能将自己 以前的妄想集气 抖正过来 这种叫真受 时间不算太长 四年时间 一日用八个小时 他也是示现给我们看 八十多岁的老人 开始用功 还来得及 他本来早两年 就求往生了 为了护持居士流 多住两年 由此可知 由此可知 那种文婚的功夫 两年就能成就了 由此可知 我们现在的无病 不肯真做 不肯真做 让所有呢 才做作要感冠 对佛陀的教会 若有若无 讀证的时候好像有 境界现前忘得干干净净 一切还是谁信烦恼 还是谁信杂气 所以我们如果万货认真去思维去反省 那一日有几多过失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那一日之中想了几多好事 做了几件好事 两相一比较就知道了 我们应该去哪儿 这种事情哪需要问人的 所以真正过悟的人 自己改过自身 是我们第一件紧急的事 如果起心动念 还去求人家的过失 就是我们自己最大的过失 没有比这种罪更重的了 这个心中恶到极处 现在的社会 为什么 为什么 败坏到这种地步 就是整个社会大众 人人人都学会 批评人 轻万人 轻万人 所以才敢照这些暴行 我们看看诸佛的静徒 我们看看诸佛的静徒 我们再看下基督教天主教的经典 我们再看下基督教天主教的经典 他们经典里面所形容的天堂 也是一片赞美的音声 所以这两句教训 所以这两句教训 我们要时时记住 绝对不犯 如果犯着这种过失 念佛绝对不会往生 为什么呢 你是恶人 记录世界是诸上善人 驱回一处 你虽然念佛 念得非常不错 念得很多 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二十万声佛号 但是你心恶 你的行为恶 往生淨土的条件是 心淨则佛土淨 心底为恶 不会往生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